我听到了中央塔广播的声音 我不能待在这里 理想城的生活平静又美好 每一天都一样 沿着一样的道路 路上碰到一样的人 人们露出一样的淡淡的微笑 城市能量波动出现异常值 区域封锁 污染源清除中 哟 这位小姐来吃午饭 抱歉 这儿可不提供牛奶跟果汁 我来找人 找人 你们几个还不说话吗 谁在外面又欠了风流债 小姑娘都上门来找爸爸了 说不定是来找我的 我可就喜欢这款呢 你要找谁 我要找左依 我没听错吧 他说他要找谁 罗赛成不会有第二个人敢叫这个名字吧 别说罗赛成了 整个奇迹大陆都不会有第二个左依了吧 你找左依干什么 我要加入审判者军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暖暖 暖暖 你从头到脚 甚至连名字都不像是要加入审判者军团的人呢 至少换身看起来冷酷帅气一点的衣服再来 懂吗 你凭什么瞧不起人 我看这只猫倒是蛮肥的 正好宰了当下韭菜 大喵 没关系的 我知道了 这双袜子我什么时候买的 玩 看不出来穿上这件衣服倒是人模人样的吧 所以怎么样才能找得到左依 你们准备出发了吗 嗯 洛昂说 秦义的身份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 她的身后 是一整张遍布奇迹大陆的情报网 她果然不是好人 对 我们都被她骗了 而且 她的背后 似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敌人 现在想要救回阿欢 对抗秦义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是哪里 苹果联邦的罗赛成 洛昂说 那是唯一一个秦义的眼线都无法进入的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 或许是最安全的地方 罗赛成的主人左依 是审判者军团的团长 她一定拥有与秦义抗衡的力量 据说 她的手下 有很多拥有各种能力的人 或许 会有人知道 如何解除阿欢身上的控制术 我 只能切除别人的力量 我们一定可以救回阿欢的 要有信心啊 暖暖 嗯 一定可以的 夜宵 拜托你 帮我照顾好阿欢 嗯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阿欢 既然准备出发了 先换一套方便赶落的衣服吧 最重要的是舒服 还有一双走路不累的旅游鞋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更要保证自己的状态才行 卫光姐姐说 无论什么季节 都不能忘记防晒 怎么乱暖暖 我觉得这套衣服蛮合适的 走吧 大喵 啊 等等 这是隔壁婆婆给我的团子 送给你们 谢谢你 燕霄 再见 燕霄 她要加入审判者军团 这是我这个月以来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她要能加入审判者军团 我不就能去左翼了 去什么审判者军团啊 不如留在酒馆里给大家倒酒喝 是不是 没错 所以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小姑娘 我们不是为难你 是为你好 懂吗 审判者军团里都是些什么人 吃了你连骨头都不会吐出来 如果我赢了你们呢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 也敢到罗赛城来撒野 小姑娘 别错梦了 笑死我了 谁先来 老板 给她看看你新买的武器 这是我刚从机械怪人磨羊手里买的武器 今天就免费给你开开眼界 你不是要找左翼吗 如果连磨羊的武器都赢不了 就别异想天开了 磨羊 你不会连磨羊都不知道吧 机械怪人磨羊 擅长制作各种武器 连他设计的衣服都可以作为武器进行使用威力极强 磨羊设计的那套衣服 叫什么来着 废墟核心 对对对 就是废墟核心 据说那套衣服里拥有废墟最尖端的科技 但还没有人见证过他真正的威力 磨羊虽然厉害 在左翼的手下也不过是个提供武器的 你连磨羊都不知道 还想去找左翼 不知道 没关系 就让我来告诉你罗塞城的生存法则 开始吧 你只需要做喜欢的自己 我竟然输了 输给一个小丫头 这 这 得对了 坐 暖暖 我们赢了 暖暖 我没事大喵 好 是不是找到魔羊 就能够找到左翼 现在 现在 你能告诉我 怎么才能找到你口中那个机械怪人魔羊吗 魔羊的工厂就在 你可以带我去吗 你可以带我去吗 他不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吧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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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好 谢谢你大喵 前面就是了 这里就是魔羊的工厂吗 看上去小小的 人呢 没关系 我们走吧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的皇冠怎么可能是假的 明明就是莉莉丝带过的那顶 可恶 没想到魔羊的眼睛这么尖 我明明已经做到这么像了 暖暖 你怎么开始发呆了 没什么 我们赶快去找魔羊吧 你们 要找魔羊 啊 你也是来买东西的吗 算是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 你来买什么东西 武器还是 当然 你不回答也可以 不用这么紧张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要跟魔羊做交易 就必须付出一些什么东西 这点你知道吗 我知道 大笔的金钱 或者是别的什么 甚至是你身上的器官 比如 眼睛 只有能够拿出足够报酬的人 才有资格进入工厂 你有足够的报酬吗 暖暖 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阴森森呢 有点冷 暖暖 换套保暖的衣服吧 好 一千米的衣服 我只是觉得有心了 一千米的衣服 我只是觉得有心了 小姑娘 一旦进入这个魔鬼工厂 就再也不能后悔了 小姑娘 一旦进入这个魔鬼工厂 就再也不能后悔了 暖暖 暖暖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万一里面有什么危险 你害怕吗大喵 如果怕的话 就在这里等我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进去 而且我 我一点都不害怕 那你跟在我后面吧 这次我会保护好你的 暖暖 没关系 我也会保护你的 好 我们一起前进吧 你的身份代号是MAC219 要记好哦 代号 刚刚那是 新的设计师之影吗 219 又是什么代号呢 欺骗审判者军团的 永远不会再见到阳光 我不会欺骗审判者军团的 因为我需要你们的力量 只有弱者才需要别人的力量 而我又为什么要将力量给一个弱者呢 我拥有你们想得到却没有的东西 我拥有你们想得到却没有的东西 据我所知 李德断章已经不在你手上了 这家伙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我当然知道 落灯大酒店拍卖会的情节 想必已经送到每个对李德断章感兴趣的人手里了吧 拍卖会 据说拍卖会的最后有一件神秘的珍宝 由秦一亲自护送前往落灯 你猜 会是什么 怎么可能 秦一好不容易得到手稿之后 竟然又把它拍卖掉 不管秦一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的手上都已经没有筹码了 没有解迷人 无论是谁得到了手稿 都不过是一张最最普通的牛皮纸而已 解迷人的线索 才是我谈判的筹码 原来如此 那么 就让我先看看 你有没有跟我们谈判的资格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的大喵 不要害怕 慢慢小心 暖暖 用搭配之力 只要给足报仇 我见过一次疗心 但是 是最后一张的冰箱 是最后一张的冰箱 你把这个冰箱 做完好 这都要做完事 还是以为 你可逐心不容易 如果是想把这些冰箱 是从小手描 我看来 还把这些冰箱 你把这些冰箱 做成冰箱 你把这个冰箱 那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